开训现场举行升国旗仪式,中平社北京8月6日点,8月5日上午,雄鹰突击2018中国,白俄罗斯特众部队联合训练,在北部战区陆军济南某综合训练基地开训, 这是陆军领导机构组建以来首次与白俄罗斯举行双边联合训练,开训仪式上,中白双方分别奏唱两国国歌,升两国国旗,双方代表团团长共同检阅联训分队,仪式结束后,双方互相展示了部分武器装备,演示了奇拿格斗,潘登华将,反恐射击,对抗射击,狙击射击等特色军事训练课目, 据了解,此次联训已提升特众部队专业技能,强化反恐战术,为客提,中白双方各派出50名特战队员参训,中方队员由陆军80级团军,某特战旅相关人员组成, 白方队员由白俄罗斯特种部队相关人员组成,此后十余天,双方参训队员,将采取混编同训的方式,共同完成战斗体能,徒手训练格斗,直升机撒架、激将等课目的训练, 中白特种部队开展联合训练,施神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,增进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,此次联训,遵循友谊,交流,合作,安全的原则,突出特战,创新,反恐,联合特色, 注重意志品质和战斗精神培养,联训后期将组织综合演练,期间,还将穿插、文化交流等活动,来源,中国军网,参训的中白双方队员,参训的白俄罗斯特种部队队员,参训的中国特种部队队员,观摩中方装备,观摩白方装备,白俄罗斯队员表演军事课目,中方队员表演军事课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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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